哈囉大家好,我是主持棒 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換的新手機 Vivo X90 Pro 包含購物還有將近一個月的使用心得 另外說一些優缺點還有購買建議 首先來簡單開箱 外盒還是蠻有質感的 裡面的配件呢,該有的都有 120W的快充頭 充電線 退卡針 清水套 另外手機已經貼有一個基本模了 可以直接上手使用 那X90 Pro的顏色 只有黑跟紅 我選擇黑色的原因是 我打算裝保護殼使用 就沒有必要買紅色了 那會決定要裝殼的因素有兩點 第一 它的後蓋 另外是樹皮材質 恰好我個人容易出手汗 這個樹皮啊 長時間接觸手汗還有各種灰塵之後 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是不太想知道了 第二點呢 相信大家看得出來 這個鏡頭模組啊 跟它的照相實力一樣 都挺突出的 那我實在不能保證 我時時刻刻都小心輕放 也不想那麼拘束 索性啊 裝個殼一勞永逸 使用上不用擔心撞到鏡頭模組 這兩點啊 是我決定使用保護殼的原因 供各位購買之前做個參考 如果想要輕薄一點的手機 X90跟小改版的 X90S 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手機呢 我是趁著618期間 從京東購買的 便宜了台幣2000塊 宅配棉油 當然啊 網路上有一些朋友的購物經驗 並不理想 比如 運輸時間太長 清關卡很久之類的 我個人都是在 Vivo京東自營店下單購買 雖然價格 不是到最優惠 但比起台灣國際版 已經夠甜了 從我下訂付款 到拿到手機 總共就6天的時間 那這裡要宣導一下 有從海外購物的朋友 請務必要下載 Easyway 屹立委這個App 它是政府推出的海關實名委任 完成個人的實名認證之後 物品通關時 便會通知你進行確認 如果品項無誤 就可以直接清關 如果不幸被抽查 發生要補稅金的情形 有這個App 也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那來說說購買這隻手機的理由 也比較一下 三個型號的優缺點 我個人認為 手機是電子消耗品 所以 已經將近10年沒有買過 8000台幣以上的手機了 都是選一些CP值高 性能 不會溢出的機型 這次會買 Vivo X90 Pro 主要是看上 1英寸的感光元件 對於拍照所帶來的加分 比較今年上半年 各家的旗艦機 話題都集中在了這個部分 可以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手機 最接近相機的時刻 甚至超越了某些 低階的入門相機 那為了提升拍照的品質 並且省掉我另外掛著一台相機出門的種種不便 就買下了這部手機 Vivo的這個 X90系列呢 總共分為三個等級 分別是 X90 X90 Pro X90 Pro Plus X90作為入門款 顏色的選擇最多 最為輕薄 同時 設計也最具有時尚感 內存的選擇也是最多元的 但是 感光元件就比不上另外兩款 不過 對於女性朋友們來說 X90是最適合的喔 快充瓦數給滿之外 Vivo很懂女性 她們的人像自拍演算 不管是美顏或是各種濾鏡 拍起來真的都不錯 而且成像看起來很自然 不是那種很誇張的修飾演算喔 但我就是衝著1英吋感光元件來的 只好跳過最輕薄 外觀最好看的 X90 下一個等級 就是我購買的 X90 Pro了 比起 X90 最主要的差異 就在於 1英吋的主色 另外 多了一個 50W的無線充電 然後防水防塵等級 好了一點這樣 CPU同樣都是使用天玑9200 雖然各大博主的評測結果是說 比起其他牌的天玑9200 Vivo X90系列 在性能釋放上算是激進的 但老實講 我不太推薦 拿它來玩遊戲喔 特別是 實時競技類型的遊戲 比如吃雞 王者 或者是峽谷 那我不是說它會卡頓掉幀率 而是那個突出的鏡頭模組 在橫向握持時 總是很歌手 左右厚度不一的情況下 手感就很奇怪 當然也可能只是我個人不習慣 所以建議各位到線下的店家 摸摸實體機再決定喔 最後 X90系列的超大杯旗艦 X90 Pro Plus 跟前面兩個等級比起來 又多出了一顆 3.5倍的潛望長焦鏡頭 簡單講 就是用它來拍人像會更加好看 景深也更自然 另外 拍遠務時更加清晰 當然我個人是覺得這顆鏡頭沒差 所以才沒有買旗艦 因為我用原本的兩倍鏡頭拍人像 也已經足夠了 至於望遠喔 有需求的人我想 還是買三星吧 再來 CPU從天璣9200升為 霄龍8.2 雖然體感差異並不是太大 但能效比肯定是好一點的 最後 就是螢幕用上了更好 更護眼的材質 並且有辨識範圍超大的 超聲波指紋 如果說 我的X90 Pro要是多加個什麼就好了的話 我一定選這個超聲波指紋 指紋辨識範圍 整個大的一圈 實在有夠方便 不過 雖然旗艦機多了這些東西 但為了裝下 也是砍掉了一些東西喔 比如 快充竟然從120W掉到80W 電池容量也最小 比較完三個等級的差異 接著跟大家分享我實際使用時 感受到的缺點 首先 鏡頭模組突出就不說了 但會造成有一點頭重腳輕 比如我長時間直屏握取手機的話 手腕是會感到負擔的喔 螢幕的部分 我是第一次使用曲面屏 那聽說的這個兩側綠屏的問題呢 老實講是有 但如果不特意去盯著看喔 其實我是OK啦 各位在意的話 一樣建議到現場看看實體機 然後因為是曲面屏 所以螢幕保護貼的選擇就很受限制 基本上我就只貼水凝膜 以保護性來說 確實有一點不足 所以常常會摔手機的朋友 千亿是避開曲面屏手機吧 然後曲面屏在打字輸入 跟進行一些網頁的點選時 有時操作 就很尷尬的 剛好卡在最兩側曲面的地方 對於手指出的男性 其實不太友好 然後 不比較就沒傷害的一點是 照相 有時它的演算法會介入 硬是台量 導致 光暗對比不足 結果造成成像看起來平平的 最後是像LINE這種通訊軟體 通知顯示的部分 還是有問題 雖然我也找了許多方式處理 但仍然不太穩定 我是路板手機用習慣了沒差 但如果各位需要即時接收 並且回覆訊息的話 可能還是要選擇國際版 接著來講一些優點 首先 路板的操作系統 它的介面制定義可玩性非常高 小窗模式也很方便 特定的節日 還會顯示特定的桌布 蠻有氛圍感的 但相信 有些朋友 並不喜歡這些花俏的設定 那也沒關係 就都套用默認的就好 再來手機續航的部分 不知道各位在手機電量剩餘多少時 會開始感到焦慮呢 我個人大概60%就要充電 這次 我從剩餘電量40%開始 接上原廠的120W充電頭 進行了測試 在經過了10分鐘之後 各位猜看看 電量來到了多少 我自己是嚇了一跳 80% 再過5分鐘之後 來到了90% 最後滿充 只花了19分鐘 這 還是在台灣電壓比較低的狀況下 所以 我現在是完全擺脫了續航 跟電量的焦慮 甚至連行動電源都不需要 帶著這個快充頭 只要找到個插座 讓我充電10分鐘 就又能再站半天 最後 拍照的部分 我就放一些我拍的樣張 不過僅供參考喔 首先大家可以看看 一般模式 跟菜絲自然色彩 還有美食模式 三者間的差異 我個人感覺 整體的色彩飽和度還有對比呢 由低到高 使菜絲自然色彩 一般模式 美食模式 那就看場景還有個人的喜好去使用 最後不得不提到 X90 Pro跟ProPlus 才有的 提心鍍膜 透過這個技術 達成了超強的 高光壓制 並且大幅的降低了燈光眩影 不過有時對焦 還是要主動點兩架被射物體 不然 可能會像這樣 拍糊掉 那路上的這些LED燈牌 跟看板 基本上 高光都壓制得很好 雖然有一些偏色 那某天下午 太陽大到我無法以肉眼之勢 我心想 既然燈光照明壓得很好 那麼太陽光又如何呢 於是有了這張照片 我拍完的當下 坐在機車後座的男媳婦說的句 哇 這麼大太陽的逆光 都能拍得清楚喔 聽到這句話的當下 我內心吐槽了一下 不知道這句話到底是稱讚 還是來反串的 主要的點在於 各位心中 攝影的真實是什麼呢 拍出來的東西 就應該跟你肉眼所見相同嗎 還是說 透過計算 去還原被射物的樣貌呢 當然 手機攝影 絕大部分 可以說是 計算攝影 脫離不了 各家廠商的演算法 但至少啊 透過這個 1英吋感光元件 可以讓像我一樣的 攝影外行啊 單純的 點一下螢幕 就能得到 不錯的成片 而對於有調整快門 ISO或曝光參數 這方面有需求的朋友 可以在手機的專業模式中 得到滿足 我可以依照當下的需求 拍得很專業 很講究 也可以拍得很隨意 畢竟 紀錄日常啊 就是隨時 隨地 又隨意 不是嗎 那可能有人會想問 錄影呢 怎麼樣 這個我只能說普通 一般 主要我很想吐槽 某一些手機廠商 他們對於防抖的防治 是不是有什麼 很大的誤解 都2023年了都 至於對錄影 有特別需求的朋友 只能建議你買iPhone了 最後小結 英寸主攝的手機 應該不會是日後發展的 主流 畢竟鏡頭模組 太佔空間跟重量了 剛好隔壁的Sony 在開發黑科技 技術成熟之後 相信手機的定位 又會回歸以往的輕便吧 所以如果不是剛好有換機需求 我認為 可以觀望下一波的新機再決定 那麼今天關於 Vivo X90 Pro的心得分享 就到這裡 我是Chusoban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再見